保姆女儿篡改了我的高考志愿 北大变青鸟 她污蔑我是故意赌气改志愿 爸妈气到跟我断绝关系 她造我黄瑶 男朋友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骂我恶心 她存心挑拨 朋友们一个个疏远我 我的人生陷入绝望 她却用我爸资助的钱上了大学 临死前 她笑着说会代替我 全盘接收我爸妈 男友和朋友的爱 再睁眼 我回到了填志愿那天 保姆女儿站在卧室门口 笑着问 思思 志愿填好了吗 证文开始 她的小白裙戴着卡地亚的项链和手链 再配上她白皙的瓜子脸 纯真的眼神 简直像躲茉莉花一样 清雅秀丽 这一身气质 可不是她那个月薪六千的妈能养出来的 她语气轻腻 好像特别为我开心 我眯起眼睛 三年前她来我家 我跟我爸妈就一直把她当自己人看待 我吃的穿的用的 家里都会给她准备一份 我爸动用关系 把她送进了我这所重点高中 我妈为我找的金牌家教 她跟我一起上课 我的富二代朋友圈子 我带着她去融入 我在所有人面前 说高小薇就是我的妹妹 可即便是这样 钱是临死钱 她说受够了当我的陪衬 我拥有的钱 父母的爱 引以为傲的成绩 校草男朋友 都让她极度的发疯 呵呵 我死了一次才明白 白眼狼就是白眼狼 怎么都养不熟 我扯出一丝笑容 对呀 我北大 你填了吗 你的分数上的二本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高小薇抿了抿唇没接话 接受了三年同样的教育 我680 她480 也难怪她要极恨我 不过 你自己脑子笨 还不允许别人优秀了 可笑 当时我还真诚地建议她 可以复读一年试试 她走进来拉我的手 思思 饭已经做好了 我妈说 今天特意做了好多你爱吃的 庆祝你考上北大呢 我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淡淡道 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下去 她愣了一下 马上又笑道 好 你快点哈 我去叫叔叔阿姨 高小薇离开的时候 我叫住了她 我像唠家常一样随意 以后进我的房间先敲门吧 基本的礼貌还是得有 你说呢 高小薇脸色白了白 从前我把她当亲姐妹 对她没有任何秘密 她到我房间 从来不需要敲门 高小薇眼底闪过一丝恨意 随即咬着唇小声说 对不起思思 以后我会注意的 她走了以后 我看向电脑屏幕 我已经填好了志愿 今天是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 回想一下 前世高小薇 应该就是在我填好之后 趁我不注意溜进我房间 我可以现在下楼就赶走她们母女 让她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一来不好跟爸妈解释 二来高小薇把我害得那么惨 心肠那么恶毒 赶走她实在是太便宜她了 我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 然后下楼 高小薇不知道正在说什么 逗得爸妈哈哈大笑 爸爸豪气的说 小薇 学校没那么好也没什么 不用怕 毕业后你就进叔叔的公司 给你月薪两万 她崇拜又感激的说 谢谢叔叔 她妈也站在一边 笑得合不拢嘴 高小薇嘴很甜 比我这个亲女儿会讨爸妈欢心 所以前世她才能找到机会 向我爸妈污蔑我 说我是为了跟他们赌气 才不拿自己的前程当回事 我挤进她和我爸中间 搂着我爸脖子 对着她脸亲了一口 爸 我呢我呢 你女儿可考上了北大 多给你长脸啊 你就说优不优秀 爸爸先愣了一下 毕竟从我懂事起 就没再跟她这么亲密的撒过交了 在外人面前 会讨她欢心的高小薇 反而更像她的亲生女儿 她反应过来后 笑得特别开心 大声说 优秀 优秀 我女儿当然是最优秀的 你毕业还愁找工作吗 只怕爸爸叫你回来 你还不回来呢 我说 想让我回来很简单啊 你把公司交给我管理 爸妈都被我逗笑了 妈妈揉了揉我的头发 乖女儿 你爸求之不得呢 我瞟了眼高小薇 她看着我们一家三口 明明和那眼睛都要红了 却还装作跟我们一起 开心的样子 吃了饭 我说要出门 放在从前 我出门见朋友 都会带上高小薇 可今天我特意没叫她 当然我就算喊她一起 她也会找借口不去的 毕竟她还有大事要干呀 我坐在咖啡馆的沙发里 悠哉悠哉打游戏 这时候手机提示我 我的电脑被人打开了 我打开软件 笔记本摄像头 清晰地拍到了高小薇 那张扭曲恶毒的脸 她聚精会神盯着电脑屏幕 五分钟后 露出一个得逞的笑 我嘴角勾起 给她打了个电话 高小薇低头看到来电人是我 瞬间慌了 她立刻关掉电脑 逃一般地从我房间出去了 小薇 你在干嘛呢 怎么才接电话呀 没 没干什么 我刚刚在午睡 哈哈 那你出来一起玩吗 我来立假了 不太舒服 哦 那行 那你接着睡吧 我在外头带到晚上才回家 志愿填报系统已经关闭 高小薇看起来神清气爽 我问她 小薇你看起来很开心哦 有什么好事 高小薇无嘴笑 不是啦 就是想到明天学校的毕业舞会 还挺期待的 对了思思 我们明早去挑舞会的衣服吗 我一边上楼一边说 礼服呀 我今天跟文文已经挑好了 明早你自己去吧 我让司机送你 高小薇张大了嘴 啊 思思 我 我白白手打断她的话 装作很困的样子 直接进屋了 高小薇当了三年蛀虫 当习惯了 我为了照顾她的自尊心 会周到地帮她考虑好一切 从来不需要她主动开口 她理所当然地以为 我会带着她一起挑礼服 挑鞋子 挑首饰 最后再替她结账 当然 前世我的确是这么做的 高小薇在舞会上 向盛装出席的灰姑娘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听到大家都夸她漂亮 不愧是我的妹妹时 还觉得特别自豪 也就是那次 她跟我男朋友林晨阳 背着我在天台鬼混 想到林晨阳 我心底一片寒意 高考完 她向我表白 我俩才在一起 这件事 我只告诉了高小薇 高小薇却背着我跟林晨阳 勾搭上了 也就是说 我和林晨阳在一起 还不到一个月 她就劈腿了高小薇 最可恨的是 明明他们才是一对渣男贱女 两个人却把脏水拖向我 让我在全校师生面前 抬不起头 我给我的散打教练 打了个电话 辉哥 明天有事请你帮忙 舞会在傍晚 第二天 我故意在床上 赖到中午才起 第二天 林晨阳给我发消息 问我今天几点去学校 最后不经意地问我 高小薇会不会一起 我冷笑一声 告诉她我俩都会去的 高小薇看到我终于下楼 蹭了一下从沙发上起来 眼巴巴地看着我 思思 咱俩还是一起吧 你眼光好 我的礼服 还有装造 需要你帮我长长眼 我笑了 长眼是假 让我掏钱才是真 我没拒绝 吃了饭 让司机带着我俩一起出发了 我是奢侈品店的常客 导购看到我毕恭毕敬 高小薇穿着我送她的一身名牌 也理所当然地 被她们当作是千金大小姐 我给高小薇搭配了一身 吊牌架小十万 她两眼放光 喜滋滋地说 思思 还是你眼光好 我让她快去换衣服 礼服穿起来繁琐 我趁着高小薇去试衣间的空当 告诉导购 我有急事先走了 让我妹妹慢慢挑 导购当然不会想到 高小薇会没钱结账 她态度恭敬地把我送走 我拿走了我的礼服 半个小时候 高小薇的电话来了 思思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薇 你挑好了吗 我现在过不去 要不咱们还是直接学校见吧 司机在门口等着呢 你放心 听到我不回来 高小薇急了 可是 她可是了半天 终究是没脸说出 让我回来付钱的话 看我这脑子 忘了先给你结账了 高小薇听到我说到了重点 长出一口气 然后不说话 静静等着我的下吻 小薇 你先刷你的卡吧 我这回是真过不去 我没给她机会 迅速挂掉了电话 高小薇以为我不知道 这几年我爸妈送她的贵重礼物 她都偷偷转手卖了 她的小金库比她妈还多呢 花我家的钱不知道心疼 花自己的钱 她肉痛死了 痛吧 这才仅仅是开始呢 晚上高小薇坐着我家的车 准时出现在会场 跟前世一样 她打扮得像童话里的公主 如同偶像剧里 最后经验出场的女主角 瞬间吸引了 场上所有人的目光 她到底还是咬牙 买了那身礼服 林晨阳眼睛都看直了 思思 高小薇不愧是你表妹 打扮起来好有气质哦 对啊对啊 你们姐妹俩 就是咱们高中的门面 可惜她成绩跟思思比差远了 要你操心 人家高小薇 平时穿的衣服鞋子 背的包都是大牌 有钱人家的小姐 成绩差又有什么关系 高小薇沉浸在众人的称赞里 差点迷失了自我 整晚像个花蝴蝶一样 满场子乱飞 而她每经过一处 跟别人嘀咕几句 就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 看我一眼 我知道 她这是开始不着痕迹地 说我坏话了 高小薇知道我所有的人际关系 她只需要稍微转换一下说法 就可以让别人听起来变了位 比如 她会跟没入选广播部的人说 我进广播部 只是为了跟她置气 抢走她的名额 再比如 她会跟目标某985的同学说 我放弃保送那所大学的资格 是觉得学校太烂 垃圾才去那里 我静静看着她表演 没关系 飞得越高 摔得越惨 等我揭开高小薇的虚假面目 所有谣言便会不攻自破 到那时候 被她愚弄过的人 会把加倍的怒火 发泄到她身上 舞会快要结束时 一杯果汁撒在了我礼服上 高小薇惊呼起来 哭着跟我道歉 我说没关系 反正快结束了 我去换上自己的衣服就好了 高小薇想陪我去换衣服 我像前世一样 说不用 让她接着玩 我一个人提着裙摆 走向更衣室 等没人看得到我了 打个电话 辉哥 现在过来吧 更衣室其实是一个小会议室 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 被贴墙放着 空隙处足够容纳一个人藏起来 当辉哥把一个贼眉鼠眼 瘦猴一样的男人 从会议桌底下拎出来后 那男人吓得差点尿裤子 她是高小薇的表哥 一个小混混 特意藏在这里拍我裸照 前世我毫无察觉 被她拍下的照片 高小薇利用这些照片 把我的名声毁了个彻底 高小薇表哥哭着求我不要报警 我冷冷看着她 说既然你这么爱偷拍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不愿意 我不介意立刻送你去警察那儿 20分钟后 我换了衣服回到会场 高小薇和林晨阳都不在 又过了几分钟 主持人说 马上要开始最后的抽奖环节 高小薇回来了 两颊坨红 我装作不知 小薇你去哪儿了 会场里太闷了 我出去透透气 我点点头嘀咕 林晨阳怎么也不在 要错过抽奖了呢 高小薇站我身边 眼神得意又嚣张 可能去厕所了吧 抽奖方式是在大屏幕上 循环滚动所有人的照片 从三等奖到一等奖 最后是特等奖 前世到最后特等奖的时候 大屏幕上出现的 不是某个姓月儿的头像 而是我的照片 因为礼服是一字尖 脱掉后里头激进全裸 高小薇表哥 特意在某些角度露出他的手 让别人看起来 我在更衣室跟一个男人胡搞 一等奖抽完了 林晨阳姗姗姗来迟 高小薇含羞带扫的 跟他对视了一眼后 就兴奋地盯着大屏幕 眼底涌上疯狂 握着的双手 因为激动微微颤抖 前世我还以为 他是因为他在一特等奖 才紧张呢 主持人哄抬气氛 会场所有人注视着屏幕 大家齐声倒计时 三 二 一 停 欢呼声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死寂 我左边站着林晨阳 右边站着高小薇 他们两个人同时慌了 穿着粉红色蓬蓬裙的女生 跪在男生双腿之间 而男生背靠墙壁 帅气的面庞上 露出极度享受的神情 在场所有人不是小孩 都看得懂 照片里的两个人 到底在干什么 昏暗的光线 也不影响大家一眼就认出 主人公正是高小薇和林晨阳 我凝着眉 知道两个人在胡搞 可真看到了现场 高小薇还是成功地恶心到我了 她可真是不择手段 高小薇和林晨阳已经呆了 傻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几秒后 老师和主持人急忙关掉大屏幕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犹如巨石砸进湖面 现场轰得炸开了 卧槽 卧槽 高小薇和笑草 太他妈劲爆了 真看不出来 高小薇平时那么女神 私底下玩得好开 谁让林晨阳是笑草啊 不过我以为她喜欢的是鱼丝丝呢 笑草又怎么样 一个女生这么不自爱 再有钱也让人看不起 周遭议论声越来越大 吃到大瓜的众人兴奋极了 丝毫不避讳 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 有几个看不惯高小薇的女神 故意特别大声地讥讽 什么贱呢 什么烂货呢 什么比继女都不如啊 高小薇听着越来越不堪入耳的话 表情已经绷不住了 脸上羞愧 愤怒 不解 称得上是精彩分成 她当然想不到 按照她的计划 本来大屏幕上出现的该是我 被众人议论鄙夷的该是我 羞愤难当的该是我 怎么就变成了她呢 她也没办法狡辩说那不是她 毕竟大家都不是瞎子 高小薇捂着脸想跑 被我一把扯住 笑话 我怎么能让她走 给我留下来接着丢人 我左手死死拽着高小薇 右手狠狠给了林辰阳 一记响亮的耳光 林辰阳 你竟然这么对我妹妹 你把我当什么了 这一巴掌 我用上了全部的力量 虽然我是女生 可这么多年的伞打不是白练的 林辰阳被我打了一个 猎切差点摔倒 在别人看来 我打她 是为了给我爱护的妹妹讨公道 可她林辰阳心知肚明 她和高小薇苟且 对我来说就是出轨 是背叛 果然 林辰阳心虚 被我打了也不敢生气 而是急忙求我原谅 高小薇先勾引我的 是真的 是她先约我去天台的 她是你妹妹 我以为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跟我说 我才去的 林辰阳看我无动于衷 更加着急 开始口不择言 思思 真的不能怪我 高小薇她就是下贱的婊子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被我拉着的高小薇浑身一震 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林辰阳 她还以为自己是凭借魅力 从我身边抢走了林辰阳 殊不知 对方只把她当个玩物 我努力憋笑 面上却更生气 指着她鼻子骂 你放屁 我不允许你这么污蔑我妹妹 你凭什么说她是婊子 你有证据吗 林辰阳被我一击 当即掏出手机 边点边大声说 这是她刚刚约我去天台的微信 还有 这是高小薇前几天洗澡发给我的照片 用这种拙劣的借口对我发骚而已 离得近的人都看到了 林辰阳手机里数十张预示照 顿时一片哗然 看向高小薇的眼神更加鄙夷 高小薇现在简直羞愤欲死 她还是想逃 却被我紧紧拉着手腕 我呸了一声 照片是AI换脸吧 这身体绝对不是小薇 我可以现在就把小薇妈妈叫过来 让她来辨认一下 高小薇一听 我要把她亲妈喊来 下了一个机灵 大家可不知道 她妈就是我家的保姆 她一双眼星红 此时恐怕恨死了我 却不得不带着哭腔向我哀求 思思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们走好不好 我心疼地看着她 转身对林辰阳冷冷道 林辰阳 小薇她还是未成年啊 这种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 除非你告诉我 现在你们是男女朋友 高小薇的生日在半个月后 也就是说 她现在还没满18岁 林辰阳连忙否认 谁跟她是男女朋友啊 真的是她先勾引我的 你相信我 我只是皱眉 表示我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 高小薇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只是拖着我要走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任由她拉着 离开了会场 回去的路上 高小薇痛哭着向我道歉 我大度地表示 小薇 我不怪你 高小薇抬头不确定地问我 思思 你真的不怪我 当然了 你是我的妹妹 我相信你的为人 你告诉我是不是林辰阳逼你的 高小薇半张着嘴 差一极了 毕竟 她跟我的男朋友 做出那种事情 再加上林辰阳手机里的证据 换个正常人揍她都是轻的 高小薇犹豫了几秒钟 似乎下定了决心 她点点头 对 我 我不小心把自己拍了完的照片 发给了她 她就用那个威胁我 说如果我不按她的意思来 她就曝光那些照片 呜呜 思思 我真的好害怕 我不是故意要插足你们的 高小薇说着说着 好像真的入了戏 东窥大哭 你放心 把这事告诉我吧 让她帮你讨回公道 不要 高小薇突然大叫起来 她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 不好意思地解释 我的意思是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更不想因为我 让叔叔得罪林晨阳她爸妈 思思 求求你 这事就这么算了好吗 我求求你了 她是真的怕了 林晨阳家在本地很有权势 高小薇处心积虑抢走林晨阳 除了给我添堵 看重的也是这点 但是这也意味着 如果她得罪了林晨阳 林家绝对不会放过她 面对高小薇的苦苦哀求 我说好 到了家门口 我想起来自己手机忘在了车里 让她先进去 回到车里 我毫不犹豫拨打了110 警察叔叔 我要匿名举报一起利用裸照威胁 猥胁未成年少女的案件 对 我有受害人的照片 和亲口承认的录音证据 一会儿我就会让人送到警局 可以证明她是被胁迫的 报警后 我叫上司机跟我一块回家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里头 传来男人暴躁的怒吼声 和摔东西的声音 我爸妈今早出差了 按理说 家里现在只有高小薇和他妈才对 司机警惕地拦住我 我表示没事 推开门走进去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 不给我钱 我就待在这里不走了 一个胡子拉叉 流里流气的中年男人 大喇喇 摊坐在我家沙发上 我跟我妈没钱 你赖在这里也没用 小薇 你现在翅膀硬了呀 天天跟你妈住别墅坐好车 你老子还在外头 受苦你知道吗 那又怎么样 我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 什么断绝关系 你就是飞到天边 你也永远是我高大强的种 这个男人 就是高小薇的亲爸 一个酒鬼家毒鬼 高小薇对他 可谓是厌恶至极 我倾咳一声 正在争执中的三人 吓了一跳 高小薇他妈最紧张 嘶嘶 我没有生气 语调轻快打招呼 这位是高叔叔吧 高大强虽然一派混账模样 看到我这个主人 到底不敢太过于放肆 更何况我还带着人 他坐直身体 对 我来找我老婆和女儿 拿钱我就走 高小薇本就因为 舞会上的事 搞得十分疲惫 现在自己不堪的一面 又被我看到 更加恼怒 什么女儿 谁是你女儿 再不滚 我们报警说 你私闯民宅 高大强对高小薇的威胁 根本不在意 但是我出现了 他神色戒备起来 我笑了笑 小薇 我想高叔叔 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不然他也不会来这里找你的 你能帮就帮他一下呗 再怎么样 血浓于水 亲情是斩不断的 高小薇跟他妈没想到我 竟然会这么说 他妈即得赶紧跟我解释 思思你不知道 这个无赖就是个无底洞 我们的钱早被他要光了 高大强看到我居然向着他 放松下来 这才是千斤大小级的气度 高小薇 你天天跟人家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 你也比不上人家半分 呵 这话说得不错 我爱听 高小薇被狠狠戳到了痛处 他最介意的就是他和我的差距 所以前世 他费尽心机 都要得到我拥有的一切 此刻他恨的牙都要咬碎了 却不敢冲我发火 只能把怒火对准他爸 他试图把高大强 从沙发上拽起来 你滚啊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钱的 我适时出声提醒 小薇小心点呀 你刚花了六万买的裙子 别弄坏了 什么 六万 正跟高小薇拉扯的男人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高小薇身上的裙子 表情从疑惑逐渐转为愤怒 下一秒 他表情猙獰 抡起胳膊 对着高小薇重重甩了两巴掌 见丫头 老子因为一万块钱 在外头像条狗一样东躲西藏 你买件裙子就六万 还敢骗我说没钱 高小薇根本没设防 就这么被扇倒在地 跟他一起掉在地上的 还有一颗带血的牙 啊 你这个天杀的 我跟你拼了 高小薇他妈哭喊着 去捶打高大强 却被高大强一把推开 跌坐在地 司机护在我前面 生怕高大强冲我发疯 高大强似乎还不解气 一脚踹在高小薇肚子上 高小薇痛呼一声 立刻像只虾米一样 蜷缩了起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都是你拦着你妈不给我钱 还说让我死了最好 当初你生下来 老子就应该把你淹死 我瞥了眼地上 晕晕乎乎半天爬不起来的高小薇 心底快意 面上却做出焦急的样子 高叔叔 你怎么能打人呢 这时候 小区的保安在外头敲门 询问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司机使了个眼色 司机立刻去开门 高大强见人多了 不敢再放肆 再不满 也只能骂骂咧咧地 被保安在两边 架着往外走 别墅区的安保其实很好 他把前世试过好多次 都没找到机会进来 而他今天之所以 能够出现在我家 是因为我让人给了 他一张临时的门禁卡 对 人是我故意放进来的 前世从舞会上狼狈回家后 高小薇趁着我爸妈不在 背着我给他们通风报信 说我是跟人狗和被拍到了 还被全校师生看到 丢脸丢到了姥姥家 我爸妈虽然宠我 但我家的家教甚严 怎么能接受这种事情 第二天大早 就飞回来教训我 即便我努力解释 可是有了高小薇污蔑在先 再加上照片里 解释不清的那个男人 爸妈还是对我失望不已 高小薇自己 从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是以他最看不惯的 就是我爸妈对我的爱 这一次 我不但把丢脸的人换成了他 我还是要他当着我的面 被他最厌恶的亲爸如妈殴打 高大强走了以后 我居高临下 看着地上的高小薇 根本没有要服他的意思 阿姨 小薇 你们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让这么危险的人 进来我家 我特意加重了我家两个字 高小薇他妈红着脸 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继续道 你们在我家时间也不短了 我想我跟我爸妈没亏待过你们 所以请你们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 今天这样的事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高小薇捂着肚子 明明痛得要死 却目露凶光 整张脸因为极度的恨意 已经扭曲变形 哪里还有今天舞会上 经验全场的丁点样子 高小薇他妈很珍惜 自己跟女儿在我家的生活 不停跟我道歉 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 然后她又害怕地问我 思思 薇薇好像受伤很严重 我好怕 是不是得去趟医院啊 我静止上楼 留给母女俩一个背影 你们想去就去 司机可能还没走远 让她送你们吧 我可不会像从前一样 高小薇有个头疼脑热 就傻乎乎地去关心照顾了 也许从此刻开始 高小薇会怀疑 我慢慢不对劲了 但谁在乎呢 今晚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可明天 还有更大的噩梦等着她呢 我睡得很好 醒来后打开手机 高小薇他妈 已经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还有几十条消息 思思 我和薇薇现在在警察局 他们把薇薇单独带进去 问话好几个小时了 我好担心啊 是不是学校的舞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她 她也不跟我说 我都要急死了 思思 求求你过来帮帮她 或者请你爸妈出面好吗 薇薇她还小 她马上要上大学了 她不能出事啊 说实话 高小薇的妈 对高小薇是真心的好 但是她妈对自己女儿太好了 以至于前世 明知道自己女儿 篡改了我的志愿 却还昧着良心 帮她女儿隐瞒 所以 我对她实在可怜不起来 我给她妈回了条消息 阿姨 我刚起床 我马上过去 是得快点过去 否则赶不上一场大戏了 我挑了一身好看的裙子 在车上化了个妆 确保自己一会儿 可以美美地出现在高小薇面前 我在门口 看到了林家的豪车 一进去就看到 林母凶狠地逼问高小薇他妈 可他妈一问三不知 只知道哭 你哭什么 我儿子什么身份 会看上你一个保姆的女儿 一定是你下见的女儿 勾引我儿子在先 我轻咳一声 林母看到我 面色稍缓 思思 这个高小薇成天跟你在一起 你一定知道什么吧 凭我跟你父母的交情 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笑了 阿姨您放心 虽然我把高小薇当妹妹 但是我帮你不帮亲 我知道的我一定全部告诉你 估计林晨阳被带走得突然 都没来急地告诉他妈 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一五一十 把昨晚舞会上的事情经过 都讲了一遍 包括林晨阳最后 给大家看手机里高小薇 发去的预示照合约 她去天台的微信 这些话 林母随便找一个现场的人 都可以求证 林母听完 更加确信 自己儿子是无辜的了 果然是见丫头勾引我儿子 我听说 是高小薇亲口污蔑我儿子威胁她 我儿子才会被警察带走 是这样吗 我怂怂肩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点到为止即可 我可不想被林家发现 我在其中故意挑拨 这时候 高小薇终于出来了 她身上还穿着那件六万块的礼服 只是经过一夜 精致的盘发和妆容早都乱了 憔悴的面容 灰败的脸色 活脱脱像个女鬼 跟她前后搅出来的 正是林晨阳 她旁边的女警正色道 我们已经问清楚了 高小薇承认 她和林晨阳的一切行为 都是自怨的 并没有任何胁迫 当然 传唤林晨阳过来问话 也是我们的正常程序 请家长理解 既然事实已经清楚了 你们各自签字 以后就走吧 高小薇他妈庆幸地 长出一口气 林母却死死盯着高小薇 林母没有当场发作 配合警察签了字 我眼中闪着玩味 躲在人群后 看着高小薇 无论她如何为林晨阳解释开脱 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她现在已经彻底得罪了林家 我知道 她现在一定害怕死了 果然 从警察局刚出去 高小薇假装看不到林母的死亡凝视 一把拉住我 思思 我头有点晕 你快点带着我回家好不好 回家 高小薇忙不迭点头 我推掉她 拉着我胳膊的手 小薇 这么大人了 说话要严谨好吗 那是我家 不是你家 高小薇瞳孔放大 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陈阳 林母忽然开口 再怎么说 你也是男孩子 发生这种事 你也有责任 我看 就请高小姐去我们家做客 为她赔罪吧 林母话是这么说 可眼中的狠毒 都快要溢出来了 我跟高小薇 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高小薇摇头大喊 不 我不要去 我不去 可现实由不得她 林家的保镖 架着她就往车上走去 林母拦住了高小薇她妈 既然两个孩子 做出这种事 那就是在谈恋爱了 去男友家玩玩 不用担心 然后林家人带着高小薇 开车扬长而去 我愉快地目送他们离开 林母为人强硬 听说曾经抓到过 几个林妇的小三 那些人下场都很惨 高小薇 要吃苦头了 我要上车时 满脸焦急的高小薇 她妈想跟着坐上来 司机拦住了她 阿姨 这几年你在我家辛苦了 这个月工资 我已经打你卡里了 包括我个人 额外给你的一笔感谢费 你和高小薇在我家的东西 我已经让人打包好 送到你们 在城南的家里了 高小薇她妈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关上车门 我说的城南那里 就是高小薇她爸 正在住的地方 当初我心疼高小薇 跟那样一个 不着调的亲爸住在一起 所以才跟我爸妈提议 把她接到我家一起住 没想到 我自以为的善举 在她看来 是把她当我的陪衬 既然她这么想 那就滚回你自己 该呆的地方去 爸妈回来以后 发现高小薇跟她妈都不在 诧异地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把舞会上 高小薇安排她表哥偷拍我 都告诉了爸妈 我妈一想到 我差点被人拍裸照 后怕不已 天哪 要不是咱们思思警觉 现在可如何是好啊 我爸关切地问我 那个兴高的混账来家里 没把你怎么样吧 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笑 你们就放心吧 有教练和司机帮我呢 我一点事都没有 爸爸这才长出一口气 随即面色凝重 满脸失望和痛心 我们对小薇不薄 她怎么能这么对你 我妈也很生气 表示不能把人赶走这么简单 必须追究高小薇的责任 我拦住了他们 哪里还用得着我们出手呢 一周后 听说高小薇突然半夜 出现在学校门口 身上遍布大小不一的伤痕 有鞭打的 有烫伤的 有力气滑伤的 而且是鸣鼎大醉地睡在那里 要不是学校保安及时发现 她就被路过的流浪汉给捡走了 然后就有传言 说高小薇之前 每天晚上都在酒吧出现 醉醺醺地跟不同的男人搂搂抱抱 一些同学的手机里 竟然还有照片 高小薇这才刚毕业 名声已经彻底毁了 听说她跟她妈回到亲爸那里以后 被打背骂是家常便饭 每天过得生不如死 她每每动了要离开的念头 又会招来高大强一顿毒打 她的18岁生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草草过去了 当了三年养尊处优 人人尊敬的大小姐 脏乱差的城中村 和虐待自己的亲爹 她怎么能忍受的了 高小薇在别墅区外 拦住了我家的车 当时我正要跟我妈 去参加一场慈善晚宴 我妈看到高小薇怒不可恶 我按住她 让她冷静 妈 事已至此 你跟她还有什么可说的 让我去吧 我妈看了眼车外黑着脸的高小薇 面露担忧 这三年 你把她当亲妹妹 哪里对不起她 她还有脸上门来找我们 小心她又存了什么坏心思 我指了指门口的保安 让我妈放心 其实我知道 高小薇不会对我怎么样 至少现在不会对我怎么样 因为 她一定特别想看到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被震惊和刺激到发疯的样子 我跳下车 事事然走到她面前 高小薇眼神怨毒 短短两周 竟和从前判若两人 于思思 是你对不对 那天在车上 是你诱导我故意说那些话 然后再向警察举报 还栽赃到我头上 我诱导你 有这回事吗 我捂住嘴巴 故意用夸张的语气反问 难道说 不是凌晨阳威胁你 真的是你勾引她 高小薇无言以对 脸上的肉一抽一抽的 我冷笑 找我还有事吗 我应该都给你们了 为什么 高小薇忽然开始争吟着大喊 于思思 为什么 你不是说 要把我当亲妹妹吗 亲妹妹 她高小薇 竟然还有脸来质问我 我轻蔑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就是忽然觉得 你不配 于思思 你是很幸运 但你不就是会投胎吗 除了出身 我哪点比你 我打断她 我比你会投胎 我还比你好看 至少我不用自甘下践 去勾搭男人 我还比你聪明 我高考分数 可比你高了 整整两百分 高小薇简直要气疯了 偏偏我说的都是事实 她无法反驳 她咬牙切齿道 考得好 很得意吗 过几天 有你哭的时候 我醋眉 问她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小薇看到我不解的样子 似乎终于感觉的 扳回一局 得意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吻上北大 这世界上的事 哪有百分之百的确定呢 身后车喇叭 轻轻响了一声 我妈在催促我 看我要扭头上车 高小薇急忙说 于思思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赌什么 就赌你不会被北大录取 我挑眉 赌住呢 她的嫉妒再也掩饰不住 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没被录取 那你就输给我五百万 还要脱光衣服 在学校里跑一圈 说你最贱 说你最表 呵 五百万 她可真敢要 那如果我被录取了呢 如果你被录取了 我随便你怎么样 我撇撇嘴摇头 把你全身器官 卖了都没五百万 不过 我又补充到 我也不稀害你的钱 如果你输了 你只要发一个朋友圈就行 高小微没想到 我的要求这么简单 什么朋友圈 就说 以前你跟任何人说过的 关于我的坏话 都是你高小微捏造的 你要在朋友圈 公开向我道歉 高小微一惊 你 你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敢吗 高小微当然很自信 我不会被北大录取 自以为马上要占到大便宜了 整个人已经开始 抑制不住的兴奋了 好 一言为定 不许反悔 三天后 我约高小微在学校见 所有志愿报了清北的学生 学校都统一安排在一个大礼堂 一起查询录取结果 高小微出现的时候 不少人窃窃私语 大家讨论的内容 当然不是什么好话 但是高小微已经不在乎了 她泰然自若地走进礼堂 找了最角落的一个地方坐下来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查询 我要求老师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半个小时后 我前头二十个人查询结束 无一例外 大家都确定被清北录取 到我的时候 我偏头向高小微看去 她怡然自得地抱胸 跟我四目相对时 给我做了个大拇指向下的手势 我淡定地登陆我的账号 查看志愿信息 于思思同学 恭喜你 也感谢你为母校争光 我旁边的老师看到结果 立刻大声说道 这时 礼堂里的所有同学高声欢呼起来 我被人群簇拥着 再次看向高小微 她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高小微猛地一战 带倒了身后的椅子 把大家都吓到了 她跌跌撞撞跑过来 不顾一切推开人群 赤红着双眼趴在电脑前 被录取三个字 狠狠击中了她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一个跟我交好的女孩 嫌弃地躲开高小微 高小微你没事吧 思思总分680 上北大 那不是铁板钉钉的吗 高小微充耳不闻 只知道重复着说不可能 她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忘了 她之前天天跟男人鬼混 身上都是伤 谁知道是不是玩什么变态游戏 把脑子给刺激坏了 思思 说真的 你快离你这个表妹远一点吧 我清了清嗓子 有件事 到现在必须跟大家澄清一下了 那就是 高小微并不是我的表妹 高小微猛地抬头 似乎预料到了 我要说什么 眼底的不安急剧放大 我微微一笑 她的妈妈在我家工作了三年 兢兢业业 非常认真 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呢 同学们都一愣 有个人小声道 也就是说 高小微是你家阿姨的女儿 唉 那她整天摆什么谱啊 就是 咱也不是说保姆的女儿就怎么了 狗不嫌家瓶子 不嫌母丑 真他们虚荣 高小微身形晃晃 扶着桌炎才没倒下 三年来她用心维护的人设 已然崩塌 我实实然走到她面前 高小微 愿赌服输 你该做什么 你知道的 否则别想离开这里 高小微想不通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为什么明明她已经篡改了我的结果 我还是会被北大录取 此刻她直勾勾盯着我 胸膛剧烈起伏 毫不掩饰眼里的恶毒 好伴上 她才不甘心地拿出手机 在我的监督下 发个朋友圈 我满意地点头 示意她可以滚了 高小微在众人的鄙夷和谩骂中 不甘地离开 半个小时后 我接了个电话 于小姐 高小微在学校大门口 袖子里还藏了一瓶硫酸 疯了 高小微果然是疯了 接连的打击重创 已经让她不堪忍受 她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 全靠着想亲眼看到 我落榜绝望的样子 只可惜 我让她失望了 一个满心满脑子 都只有嫉妒的女人 真的很可怕 我料到了她的疯狂举动 早就让人盯着她了 重来一次 我不会再给她任何一个 可以伤害我的机会 我跟同学说说笑笑 往大门外走 同学眼间 看到了高小微在门外探头 高小微 你怎么还在这里 高小微面无表情 我找思思说句话 我站在原地没有洞 跟她隔着栅栏 保持十米距离 你说吧 我听着 思思 你还是因为林晨阳的事情 在怪我对吗 可我也受到了非常可怕 非常严重的惩罚了 但是 我真的舍不得我们 三年的姐妹之情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是真心地想向你道歉 思思 对不起 我不该痴心妄想 去勾搭林晨阳 你是天上的仙女 你是千金小姐 我怎么能跟你比呢 是我错了 高小微已经哭得不能自已 思思 我现在就想抱抱你 就当为我们的过去 画上一个句号 好吗 你不愿意 那拉拉手也行 我饶有兴趣地看她表演 终于忍不住为她鼓掌 高小微 你这演技 应该去考电影学院 上什么二本啊 屈才了 高小微如此放低姿态 可我还是没有上当 她恼怒又甘尬地止住了哭 于思思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两个警察忽然出现在高小微身后 你就是高小微对吗 你涉嫌篡改他人高考志愿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高小微本来要对我破口大骂的 硬生生被打断 而且还是这么重磅 这么让人震惊的事情 脸上的表情真是精彩极了 她磕磕巴巴的辩解 我 我没有 有 还是没有 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就知道了 卧槽 身旁的同学忍不住发出感叹 随即意识到 这是在警察面前 赶紧捂住了嘴 警察叔叔 就是他趁我不在家 偷偷改了我的志愿 差点害我考不上北大 高小微正正回头看我 对上我了然于胸的神情 瞪大了眼睛 没错 就是我报的警 我没忘记提醒民警 他袖子里鼓鼓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会是凶器吧 你们小心 一瓶子硫酸 立刻被警察从高小微袖子里找出来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 神色严肃地带走了高小微 当然了 作为原告 我也得乖乖跟着 身旁同学目睹全过程 在我们走后 立刻把这件事发在了各种群里 广而告知 不到五分钟 高小微篡改我北大志愿 我亲自报警后 他在校门口被警察带走的事情 就传遍了整个学校 我有高小微全程作案的视频 以及他在我电脑里操作的录屏证据 案件清晰明了 证据充足 高小微 他违法了 我爸妈此时才知道这件事 极其震怒 强烈要求法官严惩高小微 不过 因为我及时察觉 将志愿修正 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高小微本来不会被判很重的 但林家知道了这个消息 做了些手脚 最后高小微被判两年监禁 还要处以一定的罚金 交罚金这件事可气坏了高大强 嚷嚷着等高小微出来了 绝对打断他的腿 我去探监 高小微拒绝见面 大概是不想被我看到 他跌落谷底的惨状吧 林晨阳自从舞会事件后 着实低调了一阵子 高小微被判以后 他竟然又不要脸地联系我 思思 之前是我糊涂 一时鬼迷心窍 我知道错了 现在咱俩都考上了北京的学校 大学四年 我来照顾你 我翻了的白眼 果断拉黑了他 不好意思 我的人生规划里 不会有高小微的存在 也不可能有你这种渣男 要说高小微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可能就是帮我鉴定了林晨阳 不过就是个须有其表的渣男 重活一次 我要把我本该有的美好人生 紧紧握在手里